自我裝的時候他這裡有一個Source 但是他裡面沒東西 理論上應該如果是Jungle的專案 可能是不是之前的外掛 沒有Walk起來怎麼樣 所以他沒有自動幫我加這個東西 也就你新增那個Jungle的專案 他的最大的 方便的地方就是他這些都會幫你加 這會在什麼 SRC有沒有 打勾嗎 選那個第二個選項嗎 那個選項就會自動幫我加這些東西啦 所以 不過剛剛第一次加的時候是沒有自動加 我把它重開一下他就OK了 我用個Tex2 所以你們等一下確認一下 在Source裡面是不是會自動幫你加了這些東西 就是專案名稱一樣的一個 套件 他在這個套件裡面一定 會幫你產生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啦 就這個東西manager.py 這東西呢 如果你要自己加很麻煩 然後理論上 因為我沒有Eclipse整合型的開放環境 他會自動幫你加 這是他的優點 那書上寫的是 你要自己去下指令 他才會自動產生 那Eclipse的好處是 不用下任何指令 全部都圖形化界面 很少會用到下指令 這個好處是在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看書啦 書裡面就是叫你下指令 在那個DOS環境下 下指令就OK了 好那你把它執行起來 OK那我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OK呢 你就直接執行 執行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個之前我們是按這個執行 不過 這邊因為Python是直接按 但是Jungle 他是額外的外掛 所以你要執行的話 1請你選取這個專案的位置 2請你點選這個箭頭旁邊的 這個執行旁邊的這個向下的箭頭 他就會出現有個DJ 有沒有 請你在這邊執行 可能執行的 方式又比上個學期那個Jungle 還來的稍微麻煩一點點 那執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 他會自動在這邊 命令提示資源這邊會出現 如果說你出現的都是黑色的字 沒有紅色的字 那恭喜你 你就已經 把它run起來 那實際上呢 他這個時候是run起來 run什麼 幫你執行一個 一個什麼呢 虛擬的 一個一個主機啦 那虛擬的主機 就是一台 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讓人家連線進來 連線到 這個server裡面 然後存取什麼 存取你現在裡面的東西 那 他會告訴你一個訊息很重要 倒數第二行 他說 START 有沒有 STARTING 他已經啟動什麼呢 這個 開發的 server 然後 這個 Development 這個server 這個 HT 這個路徑 所以 我們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位置 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意思是說呢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伺服器 如果你要看到他這個裡面的東西 請你開什麼 開瀏覽器 然後呢把這個網址 貼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如果呢你 按Copy 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也可以 再來呢就啟動什麼 啟動你的瀏覽器 那瀏覽器 我們就開個新的分頁好了 然後把剛剛的那個網址貼上 貼上之後呢 如果你按Enter 看到那個畫面呢 是 像這個畫面 恭喜你 你的 這個環境呢 就是已經OK了 感覺好像 這個光要弄個環境還真的不是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 所以很多人買書回去看 要看到這個畫面 可能 最後還是選擇來上課好了 真的麻煩 因為還有很多細節 好啊 你可以看到了 Congratulations 他說你已經 執行的第一個了 OK It's work 這樣的話恭喜你 不過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剛剛的 重點 那我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1 請你記得 這些都設定好了 新增一個專案 new一個新的專案 Test 然後 我剛剛重要是 也許我剛剛Test第一次不成功 我Test二嘛 現在二已經存在不行 Test三好了 反正你可以Test一多四幾次好了 不過目前呢 因為還沒做任何的網頁 沒有做任何的程式 所以也不會有東西 他只會出現 S work 就是已經可以工作了 記得這邊 改這個地方 我剛強調這個地方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加一些東西 到 這個裡面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東西應該會自動 自動出現 如果沒有自動出現 應該是外掛 可能沒掛好 還是你外掛沒裝上去 都有可能 然後呢 你就是 在下一步 然後在下一步 然後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改 因為這個是 管那個database的 理論上是要改 最新的這個 不過其實不改 沒關係 Finish就好了 Finish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你就是直接 確認一下有沒有這東西 最重要是這個東西 Manager.py 不過不是很重要 裡面 已經有幫你寫一些東西 然後呢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就游標放專案上面 點擊 這邊的向下拉 執行 他會出現呢 一個網址 你就把這個網址怎麼樣 複製 從http 到最後 把它貼到瀏覽器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就恭喜你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也會把 我現在這個環境 把它壓縮起來 傳到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 如果你要跟我有一樣的環境的話 你就直接下載到滴跌啦 就一樣 OK 等於是你 剛剛做那些動作啦 我們 上個禮拜做的 如果 沒有辦法做出來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 就是在 用我的懶人包好了 不過我熱懶人包可能要傳一下下 就是 這個空檔時間的話 也許 可以 先 等一下把那個這個環境給 你們也先試啦 如果可以自己把它做出來當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就是 直接就是用我的環境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謝謝 好 謝謝